我没有东西给它,它除以100之后 它居然是0,所以很神奇的 所以如果里面没有东西,经过计算 它会自动帮你转 没有东西会自己帮你转成0 这一点蛮特别的 然后0的二次方,那一定会出错了 所以计算完的结果就要卡住了 那怎么办?没关系,你就升高 输入一下 假设随便输入一个,90公斤 好,那这两个一定要先输入 它就会怎么样,直接帮你把资料带过来,所以这个另外一个停止 重新再来,跑一下 有没有,这边就出现了 但是一样的问题 它是取到小数点,不知道第6位吧 可是在 Excel里面有一个优点 就是说像那个Python,你还要加一个Format 可是Excel有一个好处 你什么都不用做 你只需要怎么样 减少小数点位数 这样就OK了 当然你说老师,那我想要自己把它写到程式里面,可不可以 可以啊 那做法的话 就是你可以 呼叫一个属性吧 不过这个可能要稍微 查一下 我记得是 在 这个地方 那如果你要 把它变更的话 你可以针对这个储存格 这个储存格就是 Range 应该是 B3 B3 这个储存格 那如果我要修改它的 那个 属性 你就点下去 那其中要 等于右键 其实就有点像这样 右键 储存格式 右键 右键 这个右键有点怪 右键储存格式 然后呢 把它取到小数点的第二位数 有点类似像这样子 那如果这样的做法 在VBA里面呢 实际上就是 我是觉得VBA里面 它 环境还蛮沉重的 叫 什么 Lumber 4 应该记得是什么 这个 叫Lumber Format Local 等于 后面给它一个叙述 这个叙述的话就是它的格式化规则 那你说老师 许到小数点第二位的格式化规则是什么 其实我有点忘记 但有个方法可以让你记得 按右键存格式 先找到这个之后 切到自定 就是这一个 有没有 它如果原 你先把它格式化叫你要的 在切到自定的时候 它这边就会显示出 它的格式化规则 叫什么 叫0.00 一个底线 OK 如果你不是还没关系 不用特别去背它 你只要设定好 切到自定 这边就会有它的格式化规则 你就把这个格式化规则 复制一下 贴到哪里呢 贴到这边就可以了 Number for my local 这样就搞定 好 试一下 就似乎有个确定 那我这边是个中段子 找一下 这边 小数点很多 那我先把它改成 小数点很多的状态 然后让它run一下 看它会不会OK 那我这边特别提一下 因为程式 假设跑过 感觉好像 有点太快了 我还没看 它就 做完了 我执行一下 这边还没跑 我按F8 有没有 看到结果了 有没有看到 经过 这个Number for my local 给它这个之后 它这边有没有 变成小的很第二位 应该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其实还蛮多可以 你其实在那个 VBA的环境下 我觉得 还蛮方便的是这样 因为有些地方说真的 你不用全背 所以我还蛮喜欢捡下去 然后 我就只记那个开头 我好像记得它叫做Number for my local 但是有时候要拼那么长一串 很难嘛 但不过没关系 你只要记得开头是什么 开头是N 打个N 找到了 在这边出现 OK 然后剩下来的话 就加一个整号 我老师说 可是 我记得 但是我很多细节忘记怎么办 再加各位一个方法 有没有放在 Longer for my local 按F1 在那个VBA里面 按F1 就是call help call help 就是说 帮我把这个说明掉出来 然后它就会有一个说明档 跳出来 告诉你说这个Longer for my local 怎么使用 有没有 这边就会出现一些 但你可能要自己 理论上应该会是 它是哪个 应该是Range 因为它可能好几个一样的名称 它不知道说你是哪个物件 或是这个Range 那底下就会有这个说明 它会跟你讲说 这个是什么意思 然后 你要 使用者语言字 传回这个 一个值 然后代表物件的程式 OK 底下还有一个范例 不过有的时候 这个 里面的说明 大部分都是英翻中 而且是翻得很烂的那一种 所以你特别注意 它的说明 不要非常认真看 你就看得懂 但如果你认真看 你会觉得 这到底在翻什么东西 OK 反正知道有这个概念就OK了 你就看到关键的地方 那你就会用 其实怎么用 其实我在看完之后 我知道了 然后我就试一下 按右键 所以刚刚讲的这一招 也是我自己 派出来的 所以你会说 老师你很多东西怎么会的 就看说明 试试看 试了OK 那就是这一招了 自定 所以以后 假如很多格式你不会 你先设定好 然后贴到 你就知道背后的规则 所以这个其实还蛮多变化 请各位试试看 我这边有多有变化 那程式码 就在云端摆摆上面这一段 这个应该在第19页 试一下 所以这一段 Ctrl C 然后贴到 模组 如果你上面已经有个模组 你不用再另外插模组 你就是直接写到下面就好了 所以这边的话就等于 这个 然后把刚刚的东西切过来 这样就搞定了 那另外 刚刚好像有同学问到说 那总不可能每一次 如果要执行它的时候 是不是每一次都要开这里 很麻烦了 所以一般当然是 不是 一定你是插入一个什么 在开发人员这边有个按钮 你按钮按下去 它就执行 所以你可以在插入 开发人员这边有个插入 左向角那个按钮 然后跟它讲说我按了按钮之后的话 是执行BMI 然后把BMI 这几个字怎么样 打在按钮上面 所以这个它预设是按钮一 名声有点怪 你就打一个BMI 好这样就OK了 所以你如果假设 换一个 换一个身高 换一个体重 然后按个BMI 这样结果就有了 其它就格式化了 本来看一下其实应该是一个简单的 主要是程式的部分 所以这个按钮 就是对应到 一个Sub 所以以后人家如果问你说那个Sub 将它有什么Run 其实最简单就是一个按钮 对应到一个Sub 有没有 所以这个就对应到一个Sub 然后Sub的话一定有头 有尾 它的程式就从这边 弄到这边结束 大概概念都差不多了 所以 请各位试试看 两方面其实比较一下 到底你说 哪个好哪个不好 反正就可以达到目的都好 如果都做不出来 两个都会 也是不太好 会用最重要 那第二个单元大概就先到这边 那底下其实有别的 一些延伸的练习 比如就给各位 如果有时间可以自己再做做看 待会的话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单元 一样 反正第三个单元 就是回圈 那因为 在程式里面最重要的 不外乎就是逻辑判断 不外乎就是变数 不外乎就是回圈 任何程式里面 都有这些东西 其实做的事情也差不多 你说谁优谁劣也很难讲 那做的事情 差不了多少 OK 那回圈 白坏意思就是 帮你重复做 OK 那 有负回圈有坏回圈 负回圈就是 有范围的做 OK 那 那坏回圈就是 没有范围 但是有条件 反正 当什么条件 为Force 就跳里了 为触就继续做 OK 所以待会来讲 For跟Fa回圈 那当然 电脑之所以 很好用 因为有回圈 如果没有回圈 那就 跟人工一样 人工一次做一次 就像刚刚的判断一样 你要跑一次 那如果回圈的话 要做一百万次 他一样 瞬间完成 OK 试一下这个部分 待会再来看 第三个单元 关门 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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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